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您持续锁定1900重点直播 我是辛华为您新文化重点 头条细节我们带您关注 桃园有一名轿车驾驶 居然拒检连闯十个红灯 甚至意图冲撞远景 最后被远景适应辣椒水制服 后来仔细询问暗游 发现这人他既不是通气犯 也没有前科 更没带违禁品 如此薄命拒检 原来他的车子悬挂的是假车牌 心虚之下 现在得吃上更大的刑则 前方白色轿车死命往前逃 完全不理会 后方警车在追 蓝茶不停遭到远景破产威吓 轿车被红灯困住 车窗也被敲破 却没停下逆想继续逃 看没多远再度碰上红灯 由于是上班接风时段 车子非常多 轿车穿梭车阵中不断逆向闯红灯 还企图倒车冲撞远景 觉得吴宫林远终于前后包夹 看他光纳逃 远景破装盆辣椒水 嫌犯被辣得眼睛痛 叫得比别人都还大声 死命逃只因叫车悬挂 变造车牌 上次嫌犯25号早上7点多 开车行进桃源中山路时 遭到巡逻远景蓝茶 一眼被试破悬挂的车牌 有异撞 不料他不愿意配合返道加速逃逸 一路横冲直撞狂飙 连闯至少十个红灯 还逆向行驶 最后在一间大卖厂前遭到围捕 赢警发现自小客行挂报废车牌 进行拦紧自小客驾驶 高速逃逸并有冲撞警车的动作 赢警立即通报发动拦紧围捕 张庆嫌犯不是通气犯 车上也没藏违禁品 因为悬挂报废车牌上路被拦查 就心虚落泡 却没料到自己遇上上半尖峰时段 被卡在车阵中 只是人车多还有学校 如果撞伤学生用路人可不是闹着玩 TVBS新闻林志伟 吴居贤王牧香桃远 参谱 而南投竹山镇也发生离谱的当街蓝车 甚至枪击恐吓事件 原来这双方人马是约在KTV喝酒 结果发生纠纷 而事后双方要谈判 但没想到开车休旅车的驾驶 想要截停黑色字小客车 没想到小客车驾驶就是不从 就从休旅车上头走下了三名恶煞 对着黑车连开五枪 超车挡在黑车前 眼看情况不对 黑车驾驶根本不敢停 直接往右闪避 接着在路口左转逃离 这是三名男子从白车上下来 其中一人逃出枪支 当街就朝黑车后方连开了好几枪 事情就发生在南投竹山镇 18号晚间11点多 有人当街在大明路跟祖师街的路口开枪 吓坏了附近民众 警方进一步调查两派人马本来就有纠纷 因为谈判破局在路上偶遇 其中一方拦车拦不到气得大街上朝对方人马连开五枪 随即开车逃逸 根据了解两派人马都是当地的年轻人 16号先在KTV里面 疑似因为禁酒礼貌问题引发口角冲突 相约两天后也就是18号谈判 却破局才会演变成开枪冲突 该案是本分局援军巡逻时 发现有汽车遭遗置于路边 车上有多处疑似弹孔痕机 本分局发现后成立专案小组着索调查 并报警南投地检署指挥侦办 本案现已锁定涉案车辆及特定犯险继续查细中 嫌犯当街嚣张开枪 幸好没有波及到无辜路人 警方表示已经掌握嫌犯的身份 将会进一步追查到案 依法送办 TVBA新闻陈家贵南投采访报道 台中知名的台湾大道市八线道 路幅非常的宽 但是有阿伯为了抢搭公车 居然就直接横跨了快车道 这可是相当的危险 而事后呢 公车司机见到他的危险行为 规劝他 没有想到这一名阿伯还是不停 撑散的阿伯跨越分割道快步 穿过快车道走向公车站 这时后方车辆也执行通过 惊险一瞬间也让莫及的公车司机 捏了一把冷汗 先生你为什么要穿越快车道 这样穿越马路 我以前都是做交通指挥 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安全的时候 那你不觉得这样子过马路很危险吗 阿伯一上车司机马上苦口婆心劝道 但违规的阿伯却说他曾当过异交 没问题很安全 你要让自己发生危险 因为让我们公车发生危险 对 没有错 驾驶傻眼外还是继续宣导 要守交通规则 但阿伯根本听不进去 一直虽念辩解 实在是受不了了 司机最后放弃 劝说专心开车 事情就发生在台中台湾 大道荣总公车站的路段 公车司机说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遇上行人违规 他说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行人摊方便 违规穿越马路 记者时机回到当时路段查看 确实短短一分钟内就有两人违规 另外根据警方的统计 光是今年就取定了35名违规的行人 警方表示行人没按照标线号制 过马路可处500元罚款 但罚钱事小 他们提醒台湾大道车流大 千万别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 TVBA新闻来从辆翻译台中采访不到 而家里装了电铃 却成了骚扰的工具 台北市有民众开店营业 博有一名男子11天之内 莫名其妙 跑到他家门口按电铃 按了就跑 连续骚扰了8次 而店员跟店家报警过后 警方表示这可违反了 社会秩序维护法当中的戒断滋扰 可以处罚款2000块 台北市有民众家里开店营业 不过却遇上有人像是这样 按了电铃之后 一句话都不说 马上就走人 而且数量还不止一次 真的不堪其扰 只好报警处理 警方调查被害人家中电铃 分别从7月底到8月初 短短11天内 共被按了8次 时间不固定 早中晚都有 而按铃民众违反设委法 被处罚还2000元 有别遇过 王大多骚扰情况 都是一直按着电铃 或是同一天多次按电铃 这回分场好几天进行 事后也坦诚犯案 构成戒端滋扰 但其实按电铃 根据情况不同 构成的刑则也不一样 像在台北市一名妇人 半夜连续按了邻居的电铃 长达13秒 检方正办解除 睡眠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生理历程 拥有不被干扰的睡眠 是受法律保障的 因此将妇人 以强制罪起诉 而另外则有一名男子 对邻居按电铃 还指控对方 整天在吵 晚上也吵 24小时都在吵 别人都不用睡觉 法官认为 双方是因为噪音问题 才衍生纠纷 滋扰并非当事人的本意 判定不乏 但根据各案不同 涉及的刑则 其实更广 如果是因为感情因素 去进行骚扰 去按门铃的情况下 恐怕还会构成跟骚法 另外有过去 有案例认为说 在把这个长期 去按门铃的情况下 如果是一直狂按 把这个门铃弄坏的话 可能还会有 毁损罪的问题 按电铃的理由 白白中 只是不少人 扭曲电铃本身的用意 从方便提醒 变成了骚扰的工具 如果居心不良 按这一下 代价不少 高雄的各大医院 出现了这一名 拜托哥 批批跟大家 拜托拜托 行行好 借点钱来急用 而其实呢 附近的医护 还有就诊的民众 以及家属呢 不是第一次见到他了 他借口说 没钱吃饭 要换就是 出院没钱缴费 目前高野贴出公告 民众要特别留意 而这样子 借钱的行为 也已经构成了 公众自扰了 拿着收据 借口说自己要出院 身上现金不够 拜托好心人借钱 女子拿一百块给他 但还不够 他又走到隔壁 说自己差六百 被开口阻止 男子只好摸摸鼻子 走到前排继续借钱 但交款完成 才会拿到的收据 男子还说 自己没钱缴费 原来他根本不是 急需用钱 而是常常出现在 各大医院的 拜托哥 民众拍下影片 发文提醒其他人 遇到他现在这样子 加起来十来次 早上看到中午 我连续遇到他两次 他就拿了一张 扑扑的那红色的收据 在那边跟人家拿球 哪一块你又在拿钱 这次又在拿钱 怎么会出钱 出钱都这么久 应该会一大友 好一百块要那个吃便当的 你拿一张身心肠帐 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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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你有说没钱了 这名男子四处借钱 疑似专挑医院人多的诊监下手 出谋地点包含多家医院 每次索取一两百块 而且借口都不一样 医院人潮来来往往 男子看准这点 向院内的人借钱 但这名男子还会出现在 异大 大同和长庚等医院 利用民众爱心 造成院方和民众困扰 高一日前陆续接获投诉 贴除公告 呼吁民众特别注意 如果是一个刻意这样不好的行为 他会因为看到这个张帖 而受到这个祖雀 给他一点点 因为我怕真的是 那个人真的很幸福 你会把钱给他帮助他吗 我当然是不会啊 真的他不是这种情形 你干嘛给他 只在公共场所 遗色有乞讨行为 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警方也将找到男子厘清 若触犯设违法 就可能处三天以下居留 或是一万两千元罚欢 TVBS新闻方式程序 一段高雄报道 观众朋友 花重点时间 我们带您持续追踪 我们的社安网是否漏接 还是再多的网 也无法弥补家长的疏忽呢 这是高雄大社发生了 女婴疑似活活被饿死的事件 而事件之所以会爆发 还是托育中心的老师 细心所揭露这起人伦的惨案 我们能看到呢 原来呢 有一名妈妈她31岁 她送一岁半的大女儿去脱婴中心 可是脱婴中心的老师发现了异常 因为平常呢 还有一个二女儿 年仅四个月跟妈妈同住 通常呢 都会一同交给脱婴中心的 但这天却只有大女儿以及妈妈出现 后来呢 老师就问说 怎么小女儿没有来呢 没想到妈妈语出惊人的说 小女儿可能已经死了 而老师非常的激紧通报 事后抽丝剥茧发现 这名妈妈呢疑似为了外出去烤肉 离家八天 独留这二女儿才四个月 在家中疑似活活被饿死 那么现在呢 检调这方面都已经来介入调查 而隔壁的邻居他们说 这几天其实都没有听到女童的吵闹声 也没有闻到相关的异味 所以女童究竟离开人世了多久 妈妈现在语言不详 似乎没有交代全部的真相 31岁陈信单亲妈妈 自己脸书大部分是独照 看不到两个孩子 没想到四个月大的小女儿 因为被她不理不睬 丢在租屋处疑似活活饿死 早在14号周末 邻居说15号和房东开会 陈信女子自己一个人出席 没看到孩子的身影 中秋假期这四天 她出去玩还烤肉 大女儿丢回娘家 当时说小女儿有别人在照顾 中秋节之后 又一直向拖婴中心请假 直到23号 只有带大女儿去上课 老师起了疑心 全案才曝了光 这八天女婴到底经历了什么 14号那一天 是否就已经遭遇不测了呢 孩子应该要到拖婴中心 老师问妈妈 小孩子怎么没来呢 妈妈脱口而出表示 小朋友可能死了 她想要把一个小孩 送给别人 因为她养不起了 我想说这么困难 我们就尽量帮她 31岁的陈信女子未婚怀孕 曾在怀第一胎时 妈妈本身经济不富裕 去年也向慈善单位寻求协助 结果陈信女子又怀第二胎 工作时有时无 妈妈气得赶她出家门 5月生产时 缴不出医疗费 社会局介入 帮忙找落脚的租乌簇 也提供了生活及难金 前后补助11万 另外每个月有弱势今天5000多元 这个案子现在由检警侦办 案母被羁押 案解由社会局安置 这么小的孩子死了多久 死因为何 陈信女子回娘家表现正常 离开租屋处8天 行踪交代的不清楚 目前收押禁件 26号赋宴解破 要再厘清女婴死因 TVBS新闻吴仲勋宋 宋佩文高雄报道 而继续我们带观众朋友 来回顾凯凯命案 先前也是震惊社会的案件 因为凯凯是脆弱家庭的儿童 没有父母看顾 所以在社会局介入 还有儿福联盟来转戒之下 来到了这狠心保姆家 接受托育 以一天1000块的价格 可是凯凯在这里 却遭受非人的待遇 因为刘姓保姆姐妹花 涉嫌打骂罚战 还把凯凯塞进了水桶里头 最后涉嫌虐死了一岁的凯凯 那么后来呢 现在这个法院已经进入了 审判的阶段 不过刘姓保姆姐妹花呢 他们本来要接受 国民法官的参审 可是两人却觉得 不愿意让国民法官共同审判 因为担忧自己 不会获得公平的对待 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委任律师主张 检察官在侦办整个的案件过程当中 案情外泄 所以社会大众已经给流姓保姆姐妹花 他们两姐妹贴上了 恶魔保姆这样的标签 违反了侦查不公开 污名化了保姆 所以律师认为 他们没有办法获得合理公平的审判 所以请求法官 不要让国民法官来参审 那么观众朋友 您觉得这个流姓保姆 保姆他们的主张 还有律师的主张 是否合理 法官应该觉得合理 来认同批准他们的需求 不让国民法官参审的 麻烦把我留言留意 那么认为呢 他们的要求是无理的话 也麻烦在我们的留言区 写下2 让我们了解您的看法 不过其实检察官呢 听闻委任律师 这标签化 污名化 侦察超公开的主张之后 当庭也开始发起了自己的辩护 因为他们说呢 这个案情会外泄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起诉书的内容 但是案件已经 贞结起诉阶段 本来就没有 侦察不公开这回事 而简便双方 在法庭上激烈的交锋 他们就是涉嫌 虐待凯凯致死的 流姓保姆姐妹 下午2点半 首度召开国民法官调查庭 在囚车抵达时 立刻点燃现场 声援群众的怒火 现场包含旁听领众 至少超过40人 高举布条手板 还写信给法官 众叛恶魔保姆 其实是很多爸妈的共同形成 庭外愤慨 庭上更是弥漫 浓浓火药味 流姓保姆姐妹 既申请颜押庭 不公开审理失败后 又申请拒绝国民法官参审 委任律师火力全开 痛批检察官 操控舆论跟媒体 泄露案情 导致大众对流姓保姆姐妹 有偏见 被贴上恶魔保姆标签 被检起诉后 还召开记者会 公开证据跟案情 违反侦查不公开 国民法官制度会 沦为检察官进栏 认为起诉不合法 不过马上就被检察官反驳 说从相应到现在 皆遵守侦查不公开原则 北检召开记者会 是案件已经侦查终结 代表已经起诉 何来侦查不公开的问题 再者案件 历经不同辩护人 能接触案情的 还有被告家人证人等 怎能断定就是检方 泄露消息 会有很多看不下去的人 会传讯息给我们 他们可能手上有证据 其实我们这里都有了 那你一口咬定是 检察官就是泄密 我觉得你也未免 太看得起自己的智商了吧 我觉得这个检察官 真的非常的棒 而就在简便交伙时 流行保姆姐妹 时不时闭眼低头 妹妹刘若霖 甚至还指控检察官 不当讯问 害她当时很慌张 很害怕 希望可以勘验笔录 讽刺的是 她不希望国民法官 参审理由之一 是想保护未成年的家人 不希望她受到伤害 但话说回来 被领虐致死的凯凯 连为自己争取权益的机会 都没有了 TVB的新闻 吴俊远 吴俑亚特别报道 而凯凯案件呢 激起了社会各界的讨论 很多人认为呢 儿福联盟还有社会局 他们的监督是否形同虚设 制度需要改善 而现在又是牵扯到 司法层面 究竟这刘姓保姆 还有他的委任律师 要求法官 不要让国民法官参审 那么我们线上有许多的网友 像是这不懂懂 还有另外呢 这杨淑华 我们的观众朋友 吴维 阿谢 X-Man 以及庄玉莉 以及叶末 大家都留 儿 承诺我们刚提问大家的 普遍来说呢 大家都觉得 法官应该要认为 他们的理由 认为自己被污名化 标签化 不让国民法官参审这样的理由 是无理的 那么法官应该不以允准 我们谢谢观众朋友 跟我们一同来参与这个互动 不过目前呢 由于这个开开的保姆 以及委任律师 他们提出了这样的请求 究竟最后法官会做出什么样的判决 就要考验法官的智慧了 不过目前我们留言区呢 大家还蛮有共事的 都是支持国民法官参审 开开的案件 那么相关的人权团体也组织 也会觉得说保姆 或许在施虐当下 有思考过自己的孩子吗 有把开开也当做一个生命看待吗 任何人的生命权都应该被尊重的 而再来我们持续带观众朋友来看到是 大家都知道 这个偷窃是公诉罪 都要进入这个司法 以及刑事的流程 但是如果偷的只是价值 25块钱的奶茶 究竟要耗费如此多的司法资源去审领吗 原来呢在2020年11月12号的时候 有一名阳性的女团购主 她为了来从事团购的这些宣传的照片 所以把奶茶包拿到休息区拍照 积了价格就没有放回架上 不过超商的女员工呢 在清点的时候发现 奶茶商品短少质疑她偷窃 最后呢其实法官判定一审 这个团购主是无罪的 因为她觉得这个犯罪事实不够明确 监视器画面也不够清晰 奶茶包不翼而非 但是没有办法认定 究竟这个团购主有没有偷窃 没想到呢检方再度进行上诉了 不过法官呢却有些不开心 因为他会认为说 像是法院以如此大的人力物力篇幅 制作一篮表加以止灾 那么呢相关的人员就认为说 法官觉得 你不是说检察官常常在过劳吗 那这样的案件是不是该思考 究竟是谁让自己过劳呢 可是呢其实也有律师也会认为 如果法官是这样认定的话 可能会打击到检察官 侦查犯罪的信心 这件事情呢也引起了 司法界的议论 因为现在偷窃是公诉罪 都要进入一定的司法程序 那到底类似金额较低的偷窃罪 应该要如何办 怎么办 该不该上诉 似乎大家各有议论 超商架上摆了满满商品 各式各样的茶包 下方价格标示明确 但为了一包25元的奶茶包 检方上诉 让高等法院法官驳回 还直言不应该上诉时 就不该上诉 我个人认为 那比一个几十块的案子 那一审已经判辅罪了 那其实这件事就结束了 然后现在检察官 然后浪费我们工党 那这部分我是觉得没有必要 就是觉得讲的够有点无聊 就为了那个120块 然后硬要起诉 也没有确确确确的证据 2020年11月12号 一名阳系女子 到桃源芦竹一家超商 拿了饮水机旁边的奶茶包 结账时却只付了冰棒的钱 超商女员工当场告知 有看到你拿奶茶包 但羊女表示自己从事团购 比嫁完就放回架上 事后女店员查看羊女背包 也没有看到奶茶包 就让羊女离开 不过清点架上的奶茶包 却发现少了一包 羊女当时被一窃盗罪起诉 一审获判无罪 检察官提起上诉 认为监视器画面不清晰 但是奶茶包确实不一而非 不能直接认定没有偷窃 因此提起上诉 整起案件拖了三年半 羊女开庭奔勃八次 还被通气以及积压 国家还得赔偿一万八千元 高等法院法官也在判决书中 提到过劳司法 此案整审流程 再在显示许多案件量附和 工作负担是司法人员 自己制造出来的 但在这些之外 检察官依法既然有权限选择 起诉或是上诉 那在合法的裁量范围内 是否也应该尊重检察官的决定 法院以如此大的篇幅 和能力制作一篮表 去加以指摘 是否会打击检察官 侦办犯罪的初心 检方认为女子犯案 应该上诉 不过为了25元的奶茶 是否滥诉 引发讨论 TVB的新闻 林志伟和可言桃远 采访报道 而再来关注到的是 近期在大巨弹举办 隐退仪式的周思奇 新奇很多资深 项民们的回忆 其中包含了 过去也是兄弟相球员的陈志远 过去呢 在球台他有一个封号 叫黄金战士 但因为涉及了职棒的迁赌案 变成黑金战士 而后在演艺圈浮沉 也传出欠债的纠纷 现在已经许久 没有在荧光幕前露面了 但最近周思奇的 引退仪式呢 也让他一起当年有 他在自己的社群上面呢 po出这样的po文 老传统老战友 我们当时真的很爱 还有po出了相关的影片 没想到呢 下面的留言 却引来很多职棒球迷的骂声 因为他们认为呢 如果过去 不是因为你的贪婪 打假球 职棒也不会进入黑暗期 球迷也不会窃心 不愿意看棒球 甚至有人就直接直指 打假球怎么还敢提老战友呢 甚至还有人说 没有资格发这种情怀的东西 同时呢 也有指称 终止的黑暗低潮期 你也有份 因为过去呢 其实让人相当心虚 陈志远呢 彭正敏呢 还有其他的球星 号称是兄弟相的黄金三剑客 但是也就是因为职棒的牵赌案件 导致呢 打假球重创了球迷对他们的信任 而陈志远一审是判两年六个月 二审是六个月可一颗法金 但是他的球星生涯也就此划下句点 而后想要重新再步入这个棒谈 也成为了不可能的事情了 如果面对诸多的批评声音呢 陈志远后来也发文post 他说你们可以留言骂我 但为什么我不能po文呢 他说这是他的平台 他也有言论自由 过去就让他过去 但还是谢谢很多网友 到他的脸书页面来留言了 而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观众朋友 还有社会大众关注的议题 就是我们的鸡蛋争议了 近期很多人说 现在蛋价变便宜了 可是呢 其实便利商店 还有超商鸡蛋的茶叶蛋的价格 还是回不来 但大家遥想起过去缺蛋的时候 一颗要加20块 还蛮惊人的 而现在呢 其实检调在昨天兵分十四路 总共清查了农业部续产会 以及来帮助政府采购 国外鸡蛋的超司以及量彩 目前有8名官商都被列为被告了 而其中呢 超司的秦宇桥200万元交保 限制处境量彩负责人100万元交保 而负责承办这个案件的续产会的专员 50万元交保 而外界来看 这个关键人到底在哪里 为何这中间会涉及不法图例 还有相关的弊案疑虑呢 因为根据先前监察院的弹劾报告指出 超司原来这是一个一人公司 而且他的资本额只有50万元 却能承包农委会鸡蛋专案进口量的60% 而其中呢关键人吴玉飞 他就是秦宇桥的女儿 他一人分事多角 是日本进口弹的代表 也是日本进口弹的代理商 也是超司的进口商 而人目前还滞留日本当中 还未回台道案说明 但这一人今事多角 在农委会就是现在的农业部 还有续产会有没有尽到监督的责任 现在也是检掉要查的重点 办进口弹弹案查出的关键中间人 发现这名无性女子一个人身兼多重角色 但他人目前是在日本战时 没有办法接受征讯 让整起案件疑点重重 关键被告吴玉飞 一人分是日本公司代表 日方代理商还有贸易进口商 根本是把农业部和 玩弄于股掌之中 监察院要查 去场会当初就是经由这名吴玉飞 与量财公司签约 从111年2月15号到4月底 进口了五匹总共五百四十万颗蛋 服务费抽百分之八 时间来找量财公司登记地址 是位于西门市板潮这栋住商混合大楼 我们在这里 我们这里是住家 其实在隔壁啊 进口弹商量财财责人 林依隆讯后一百万元交保 但是量财代表法人却是有天后 御医生之称的王朝辉 进口弹和医美到底有什么关系 大家好 我是王朝辉医师 自身美机教主YT频道最新影片 还是和艺人小钟合拍 这回讯后被请回 但是当检调持续追查 发现量财公司后来不愿意承接之后 去场会接洽的吴玉飞疑似发现有力可图 竟然去找母亲 请雨桥成立超私公司来接手 但是当讯产会与超私合作的时候 超私公司根本还没有设立登记 被告吴玉飞只有单纯牵线吗 超私后来改以现货购买 进口16匹总共2540万颗日本蛋 金额1亿8千多万元 农业部难道没注意到 续产会采购程序中似乎有所缺失吗 吴玉飞目前在日本 要是北检部要求尽速回台征讯 就怕措施调查良心 难保关键证据早就被消灭 而隔了这么久 2020年的案件时隔两年 现在检调台大动作 缤纷十四路来进行相关案件的搜索 而这事件的起头呢 还是监察院先启动了弹劾调查 而外界就看 过去我们采购的蛋 您知道吗 现在可能还没消化完毕 或者是说快过期的蛋液化整为零 流入了我们的食品供应链吗 因为今天呢民众党立委张旗凯就说 去年政府为了解决这一些蛋的缺口 但是却卖不出去的蛋 已经打成了鸡蛋液 而这些巴西蛋液呢 在9月27号就会到期 到底流向了哪里 续场为农委会是不是都应该说清楚 讲明白 甚至他们质疑 今年6月份续场会标售这个蛋液的时候 有标产地 但是8月份在标售的时候 却改标了 9月27号到期 这些一旦到底去哪里 但是续场会面对立委的质疑 他们是出面 给予博吃 最近超行的可松蛋塔用的食材 业者是谨慎来把关 因为现在所谓的问题 一旦事件可能卷土重来 为了延长蛋的消息 民众脑立委张旗凯直指 去年中央续场会 把将近7万颗蛋混合打成一旦 号称保存期限一年 但一年过去了 这些蛋即将到期 8月27号 就是差不多一个月前 又拿出来卖了 有效期限到什么时候 就是两天后 尤其中秋节才过月饼蛋黄 说民众已经吃下肚 担心过期疫弹市面流窜 因为立委在揭露 中央续场会 8月又重新把这些疫弹 拿出来卖 标示还被改掉 在6月标售时 这些疫弹是有标示 从巴西 泰国等国进口 但8月却没标示 效期有的定是一年 有的是定一年半 8月的时候 有做的那个标售的案子 就是从10月开始 到明年5月 还有大概200多公吨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将请中央续场会 进行说明 并提供有效日期评估 佐证资料及相关流向 如果真的过期 地方也得开始查验 续场会澄清 进口蛋转加工的冷冻全蛋液 会在有效期限内出售 而且产品外包装 有清楚标示 鸡蛋来源国别 有效期限等资讯 绝对没有贩卖过期一旦 一旦价格跟着原料波动 跟去年同期相比 跌幅四成左右 中央卷这时候标售 原因除了笑期 或许也担心 又被批评 公帑丢进水里 而为何要办超私鸡蛋案 要拖了一年才办呢 我们带您比较 近期也是涉嫌贪污土利罪的 金华城案件 跟超私的鸡蛋案做比较 因为这罪名都跟土利有关 公务人员是否就是 虽然没有对价的关系 但是让既得的民间的厂商 获得一定利益 同样告发案件的 都是蓝营的明代 那么检察官都是唐仲庆 他是黑金专主的检察官 不过呢 其实金华城案件告发时间是2024年的5月2号 那么鸡蛋案呢 其实是2023年的9月7号 但真正开始介入调查呢 我们两相比一比2024年5月2号到2024年8月30号 旧事办柯文哲的金华城案件 这中间大约是相差三个月不到 但是呢 在超私的鸡蛋案是2023年的9月7号 而直到了2024年的9月24号 农业部续产会才接受了检调 还有监察院的相关调查 对此呢 在严立委不断的抨击 会认为这个调查的速度 怎么两相对照 差距如此之大 我们党立委罗志强 他就进一步表示了 侦查强度要不要比较柯文哲 陈吉仲 也就是时任的农委会主委 要不要约谈 农委会部长要不要约谈 拖了一年 这是给时间 让大家篡政 还是进行灭政呢 而执政党立委吴思耀说 事实证明检调都在侦办当中 而媒体人谢寒斌也说 最后现在呢 其实超私的负责人 200万元交保 而且是限制出境的 如此严重的案子 因为交保金越高 很有可能就是认定犯罪事实嫌疑越高 该灭的证据会不会灭光了 现在办案 检调是不是只是要来帮总统拆弹 达到这样的功能性目的呢 虽然超私案进入侦查阶段 但政治的口水依旧漫天飞 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一脸轻松卖下球车 第四度被检方提讯 和其他穿着白色内衣脱鞋的被告很不同 唯独彭震生穿着蓝黑间隔外套和鞋子 那单位针对鸡蛋的部分 有来请续长会的同仁 跟相关的本会的同仁 负责侦办金华城的黑金组检察官 唐仲庆很忙碌 前一天才发动十四路搜索 约谈超私案 隔一天再追金华城案 只是超私案从蓝营明代告发开始 已经超过一年时间 你要办超私很好啊 那请你的侦查强度 好要不要比照柯文哲 陈吉仲你有没有约谈 你是不是今天在办超私案 你有没有天花板 那那个续长会的董事长 你有没有约谈 你拖了一年 到底是给了他们一年时间 串政还是灭政呢 他们错了 事实证明 检掉一切都在侦办当中 栏尾之一不是没道理 因为同样是图例 也同样是蓝营明代告发 也是同一个检察官 比一比金华城案 蓝营明代今年五月二号提告 柯文哲八月三十号就被搜索约谈 从提告到约谈不到四个月 相较之下超私案去年九月就被提告 台北地检署终于睡醒了 最应该说清楚讲明白的 包括前任农委会的主委陈吉仲 续场会的董事长林冲贤 以及现任农业部的部长陈俊继 同样是图例最嫌 却有不同侦办速度 想不让外界质疑办案分颜色 减掉可得加快侦办脚步 TVB的新闻众好报道 观众很有今夜的最新消息 在新北市永和副总统 萧美婷的住家底下 发生了枪响 根据了解 原来是行事局连同台中的警方 追捕冠切 那么目前最新的案情 嫌犯是否已经顺利落网 交给记者王如香 今天下午四点半左右 副总统萧美婷的住处楼下 惊传了枪响 吓坏了附近民众 是发生了什么事 谁嚣张的 在副总统家楼下开枪 经过调查 原来这枪是刑事局开的 根据调查 台北刑事局与台中的警方合作 要追一名冠切 在新北市永和区仁爱路上的时候 发现嫌犯的车辆上前围捕 没有想到他驾车逃逸 过程中还试图冲撞远警 警方朝着他的车辆轮胎开了三枪 嫌犯这才汽车逃逸 但跑没有多久 就遭大批的警力围捕 这名线性嫌犯死命的逃 就是因为他几乎偷遍了全台 根据本台先前的独家报道 日前有无人管理的虾皮 智取殿遭到窃窃钉上 他会偷取基台的自取前侠 一次甚至可得手约20万元 嫌犯因为觉得这样偷的速度 又快还不会被发现 因此从双北一路南下继续偷 新竹苗栗台中的虾皮自取店都偷遍 因此才由刑事局与台中的警方联手 追捕这名嚣张的窃贼 也因为受害的店家多 金额庞大 因此警方不排除为集团式的窃案 将持续追查是否还有共犯 好多台湾人到日本旅游呢 都喜欢去平价零锁服饰店购物 结果这天呢 店员却错把免税要的凭证 也就是我们的护照 给错人了 导致游客的行程大乱 而且还得走一趟大阪办事处 去办证明注销原本的护照 实在很扫心 消停时要小心 有民众到服饰店的免税柜台结账 店员竟然不小心 把他的护照给了其他顾客 没了护照让他行程大乱 女店员双手抱头 抬头看着天花板满满无助 一旁警察在柜台仔细问细节 台湾人A小姐跟家人 去日本京都自由行 没想到23号晚上 在UNIQLO 店员误把A小姐的护照 给了另一位台湾阿姨 到隔天24号 A小姐无奈去报警 并联络驻大阪办事处 本来要去蓝山玩的 但整天行程都泡汤 25号A小姐决定办理 不发相关手势 旧护照也被注销 而日本UNIQLO则表示 愿意负担后续处理相关费用 虽然办相关手续 加京都至大阪来回交通费 恐怕才500元台币上下 但花费的时间跟心力 不是金钱可以估算的 而专家分析 在日本护照不见 第一步就是到当地警察局办理 遗事物受理证明书 再到当地台湾驻外使馆 或办事处申请 不发新护照要等5到7天 如果是入国证明书 约3个小时就能拿到 机票已经买了 那来不及在当地 等到护照的话 其实也是有方法 会取得一些这个 临时的证明 让你在机场的时候 可以过海关使用 然后再回台湾申请不发 而专家也建议 出游时包包可以戴着大头照 以防办理护照遗失手续时 还要找地方拍照 另外既得保旅游不便险 当护照不见时 可以理赔 多一份准备 就多一份保障 还有民众跟团出油 却跟出一肚子气 原来他们到法国 经过说好的市区饭店 变成郊区饭店 过程当中住宿漏水又停电 跟领队反应之后 他们觉得被已读不回 置之不理 甚至在搭乘地铁时 自己上车 团员还被门夹伤了 大伙在法国普罗旺斯 开行大合照 只是11天的宠爱巴黎行程 也只有这时候笑得出来 之后从南法里昂再到巴黎 团员们怒气直线上升 出面控诉 一行人在巴黎地铁转车 没想到核心领队 不等团员都走到月台 就自己先上车 导致后面有五名团员 被留在原地 而其他赶上车的团员 有人手臂被门夹伤 团员指控核心领队 一句道歉都没有 更气的是 核心领队对团员的提问和需求 都置之不理 到了饭店 离谱的还在后头 大伙在饭店大厅苦等一小时 只为了check in 团员同消息的洗个澡出来 房间就淹水 另外周小姐房间住个睡 就停电黑成一片 令人傻眼的是 这名领队也没有负责 和饭店沟通 统统得自己来 气氛的售出截图 因为他们原本根本不是住这栋 饭店区域却被大幅更改 虽然是四星换四星 但地点已经从市区换到郊区 甚至领队在介绍景点 也是边Google 边拿麦克风念出来 对此招指控的旅行社回应 事情真相还有代理 若旅客不满可以向平保协会申诉 而消保官也提醒 如果没有达成旅游契约锁定的项目 消费者可以请求旅行社赔偿各该差额 两倍的唯一的基因 TVB的新闻旅船人李玉珍台北长报道 9月28号是教师节 但是却有很多老师觉得自己很心酸 除了科任教学之外 有很多老师担任导师 但是长年以来每个月3000块的导师费 已经动涨12年了 所以在教师节前夕 很多老师认为不管是导师费 特教加紧 应该都要来好好的跟随通膨 考量要调整 老师在台上交了卖力 但今年教师节礼物却只收到 这四张卡片一张 就有网友抱不平 说到底谁会需要 如果只是卡片不要也罢 礼金比较实质 但是贺卡可以看出来 红市长对教师的尊重跟尊敬 只有尊敬恐怕还是不够诚意 嘉义士也承诺114年 会筹编禁师礼券600元 但换到宜兰县这200元礼券 也被说实在太少 老师平常也很辛苦 怎么会只发200块 现在的物价200是要买什么 应该要一起1000块 全台湾一起 盘点全台 教师节礼物 北市给的最好有2000元礼券 新北1000位居第二 桃园台中高雄花莲600元礼券 比较特别的送两倍金磨枪 还有高两酒 其余大多落在300元到500元不等 不过看看导舍费 每月3000元 洞涨了12年 特教家计30年都没调整 真的留不住优秀的老师 学生在老师就要在啊 如果家长晚上很晚跟老师联络 老师也不能说拒绝啊 老师几乎24小时on call 教学备课还要辅导管教学生 针对特教家籍教育部也回应 目前正在演你会调生 毕竟待遇不佳 失陪生也会却步 老师的薪水真的就是4万块 考个教师证起来放 如果我哪天失业了 我就去考个代理教师 教学困境未必越来越严重 但是越来越忙是一定的 薪资跟工作负担不成正比 心血不来 久任教师少 教师节能不能真的快乐 光靠燃烧教师魂还不够 也要看教师条件 何时能提升 而谈到前 政府部门预算 如果被冻结恐怕麻烦就大了 不过现在朝野对立如此严重 立法院蓝白联手 直接挡下了政府的预算案 而今天在民进党的中常会当中 党主席也是总统赖清德 已经下了军令状 要求民进党团全员服从党团的指挥 而绿营的警咬 若预算卡关恐怕接下来 就会影响到的是军工将 明年调薪3% 不过在野党也有反击 强调法律的义务支出 是不受影响 执政党不要恐吓大众 把炮口瞄准民众党团总招 黄国昌民进党立委王世坚 会这么骂 就是因为立月蓝白联手 党下总预算 柯文哲被国民党卖了 民众党还帮他们数钞票 据老节中常会上主席下三点军令 包含党团会议 全员到期 程序委员会 八大委员会 立法院会 全勤参与 另外全面服从党团指挥 而民进党团喊话 若预算被退回 恐怕会冲击明年军工教3%调薪 军工教毕竟是蓝白重要铁票区 再也颁出预算法第54条反击 明年度总预算分为两块 其中包含军工教加薪在内的人事费 社会保险 教育经费 地方补助 属于法律义务支出 约占六成 即使总预算驳回也不受影响 至于非法律义务支出 若国会未能在法定期限内通过审查 行政部门可以按照上一年度预算先执行 意思就是除了新兴计划不能动 其他都没有限制 另外强调总预算 目前只是退回立院程序委员会 并非退回行政院 还有修正讨论空间 现在预算还在立法院的程序委员会 希望民进党可以针对于路边的部分进行后续的补证 其实很快就可以复为审查 蓝白联手封杀总预算 立院朝野都严加备战 TVB的新闻 李明辉 陈亭台北通报导 国民党立委罗廷伟呢 在封杀总预算案的过程当中 却没有举手表决 现在传出基层 还有国民党内也对他有意见 相当的不满 他今天出面举功盗窃了 表示对于这样的做法没有任何理由 就是认错 深深的检讨 那立即改正 先跟大家说声抱歉 深深一局功向支持者道歉 就是因为前一天在程序委员会 蓝白携手通过总预算案 暂缓提案 但罗廷伟却弃权 我要跟大家保证 不会再有下一次反省 我已经在党团 自行处分 我会正面迎击 所有来自于绿营的攻击跟霸凌 我会当一个勇敢的国民党立委 对比前一天不回应 想了一夜 清晨卓廷伟在连书坦言 这几个月他和他团队 遭到了来自绿营排山倒海的霸凌 也感到心力交瘁 他做出了令支持者失望 也令他后悔至极的错误决定 千错万错都是民进党的错 居然把他昨天的决定 那错误来自于民进党 过去对他的什么样的压力 我觉得这样的说法都是 自己没有办法承担 然后又把责任甩锅 要说来自绿营攻击 和被罢免压力 同党的业园支很能体会 选区还好 在网路上很多霸凌 很多人都很容易被霸凌 我觉得就是要霸凌回去 因为民进党就是没有底线 有要他请吃饭 叫他洗门风 但绿委也大算 原来是不敢扯市长卢寿彦 后腿才弃拳 所以这是两件事起来 那我想市长也不会特别 针对每一个投票行为 去下指导气 我们还是来抵照 我们党的章程规定 来明确做出应有的党纪处费 党纪切照规定 而罗廷委面对的还有选民 旗站出身的应该非常了解 你是在怕啥 你担心被罢免吗 这些小草 当只是支持柯文哲的人 都放弃你了 2024台中被视为蓝白盒示范区 有小草和蓝银支持者不满 到他脸书洗版 就怕蓝白盒因此中断 T月圣 董事长片尾台长报导 而民生议题近期您收到您家中的电费了吗 电价上涨是否有感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因为近期南部就有串烧店的老板 发文抱怨9月份 他的电费高达58000块 创下开店以来的新高 文章还批评说绿色是最恶心的颜色 结果被民进党的支持者出征 抨击刷抵制消费 还有前桃园市议员文浩宇更po文 他整理了一份这叫做小草地图 说这一些这种小型企业 或是餐饮店的经营者 都是民众党的支持者 呼吁大家去抵制消费 拒绝消费 我不会说限定 七鸟不可以来我的店 即便我可能 我是属于应该挺磕的 不会跟钱过不去 挺磕网红经营小店 蓝绿白支持者想来消费 统统欢迎 但如今就有自称台派支持者 扬言要抵制消费小草的店 一名高雄老板社群发文 抱怨涨店价 说真是卸了 这个月店费五万八创记录 最后hashtag 绿色是最恶心的颜色 不料却遭绿营支持者出征 呛不去消费 前桃园议员王浩宇 更在自己脸书丢台派整理的小草店家地图 呼吁不要给人添麻烦 地图里高达200间店 只要店家挺过柯文哲 都会被详细记录在地图里面 大家在想法观念上面 好像一定要壁垒分明 那我在想应该不会有哪一家店家的老板 真的跟钱过不去 对不对 赚钱 现在赚钱很辛苦 像这家水果摊 曾和民众党前合作 至今仍被标记在地图上投 但老板非常感谢王浩宇 批评操作社会对立 王浩宇回应 自己帮省电费很好心 民众党则反向 唾弃撕裂社会的行为 政治人物发动这样子的政治攻击 要来攻击这些小老百姓 他不能有政党的一个信仰自由吗 只是对小草店家而言 政治口水和生意相比 似乎够拔斗 比较要紧 TVB新闻刘一郡 李总者台北采访报道 不过说到在商严商 但是涉及政治 恐怕还有产业竞争 以及国际的贸易对抗了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美国要打击电动车的红色供应链 今日起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开征百分之百的关税 9月27号就要正式生效了 不过对中国大陆电动车的冲击 是从去年到今年的价格战 已经有很多经销商 经不住这样的经流压力 中国的汽车流通协会公布数据 他们说新零售车的市场亏损 超过了6000环台币 京东车展上 试车人潮不少 因为不仅车商折扣 还有中国大陆政府为刺激经济 推出的已旧换新补贴 进而推高9月 汽车零售年增幅来到18% 像我乡中的这个十来万的车 一共能可以享受到这个3万块钱的优惠 我觉得还是非常划算的 中国大陆的车市从去年开始 本土品牌大打价格战 逼得德国名车B&W也跟进下沙五折 但是造成汽车经销商大亏损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表示 受到大量会员企业反应 价格战等因素 让新车市场整体零售 累计损失1380亿人民币 超过6000亿台币 面临库存过高 被迫低价抛售 以至于亏损 导致资金链断链风险 配合国家已旧换新的政策 我们厂家也推出了 6000元的置换补贴 和950块钱的交友贤补贴 另外本周五9月27号起 美国对中国进口电动车 关税上调百分之百 美方表明要防止 中国的电动车未来 流入美国市场 但是以中国大陆电动车 龙头比亚迪为例 最低售价1.2万美元 加上百分之百关税后 仍低于2.5万美元 依旧比Tesla便宜 同时陆媒分析称 美国市场在中国电动车出口 占不到0.5% 几乎为零 没听说哪个企业卖到美国去了 中国大陆电动车的主要出口市场是欧盟 原定25号27个成员国将表决 是否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 现在传出当天议程已删除这表决 欧盟是否跟进美国留下悬念 对新闻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问您更正 由于价格补贴站呢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 新零售也就是电动车的车市 累计亏损超过6000亿台币左右 而回过头来呢 再来带您看到 现在在台湾也能欣赏F1赛车嘛 过去大部分的车迷都是透过电视转播 但是2024台中的赛车展演赛 28号要在台中的市正路来封街登场了 到时候呢 大家可以到现场去体验 帮这个赛车换轮胎 还可以模拟赛车场奔驰的快感 而周边的饭店 也已经摩拳擦掌抢搭商机 推出游会 3 2 1 请接车 拉起布幕黑色车身 上头带着红黄相间的线条 充满流线型的造型感 F1冠军赛车RB19正式亮相 首度登台让民众眼睛为之一亮 模拟比赛时赛车换轮胎 过去只能透过电视转播看到 不过现在民众只要到台中 就可以近距离体验 2024赛车展演赛 这个周末即将在台中七骑市正路 封街登场 25号一早台中市政府 特别开箱冠军赛车 而活动期间 除了可以体验比赛时换轮胎的情况 并且坐上电动模拟车 转动方向盘 实际感受赛场上的奔驰快感 这也是2024亚洲唯一 台湾第一的F1赛车展演盛会 活动三万张门票 早在一开卖就抢购一空 从27号一直到29号 这三天的时间 我想在市民广场都会在开放 那么详细的资讯 大家也可以上活动的官网 来做相关资讯的收集 我想大家来绝对是支回票价 周边饭店也感受到这波热潮 有饭店上个礼拜就已经全满 虽然客房看不到活动赛道 但距离会场只有六分钟车程 从F1活动一公告后 早在八月底 客房已经接近满房状态 民众询问度还是非常踊跃 第一是交通便利 第二是我们离F1表演的地方 非常的接近 那现在饭店的住房的状况 已经接近满房 厂上F1标速带来热血快感 周边饭店业者商机也羞腾腾 贴别新闻 李正成 罗一新杨旗 台中采访报道 第59届金银中奖颁奖典礼 倒数计时当中 而今年表现亮眼的 还有主持人Lulu 相当的厉害 不论是节目 还有戏剧方面多所突破 凭借着此时此刻 他入围了金银中的最佳新人奖 不过对于他的演技 在网络上也掀起了两极的论战 但同样他今天出席新节目的活动 他的同党的这个 算是同一辈的主持人派翠克 一样也入围了金银中奖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两个人可是对手一同现身互亏 大家好 派翠克与黄露子英以敌手身份同场相会 因为两人都入围第59届金银中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露露也谈起入围心得 很开心啊 因为我就觉得就是 其实就是像现在开心的做节目 我觉得那就是我们的本分 除了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露露还凭借山里来了熊孩子 入围意志及实境节目主持人奖 不过这个奖项却被曾国臣批评 意志与实境怎么能并在一起 今年刚好好像这个项目 刚好全部都是实境节目 确实我觉得这一直是一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有蛮多金银奖 可以讨论的问题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我们说的那个连续两天的问题 笑说自己还是晚辈 等到实际有了掌握权 再来好好调整 而这次露露在戏剧方面也有所突破 以此时此刻入围最佳新人 超开心我会开心到不行 因为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全新的礼儀 然后我这是一个 真的是戏剧界的新人 然后如果说要戏剧界的话 就是我也有跟那个春风拜马头 因为他可是入围过金马奖的人 还说得奖一定会扮流水席放鞭炮 面对近在眼前的颁奖典礼 露露透露有机会和熊孩子的弟弟妹妹 一起走红毯 他们就是很期待要跟我一起走红毯 然后也先问我说露露姐姐 你要穿什么颜色我想跟你搭配 拍摄节目的过程培养出好感情 对露露来说入围金钟 若得奖算是额外奖励 与熊孩子的友谊同样也是 难能可贵 TVBS新闻翻译宣传社会组组报导 接下时间 大家跟朋友来关注到的是 近期的燕子台风 最快周六会成型 而近期天气状况 也可以说是相当不稳定 明天桃园以北呢 剩半天是犹豫的天气形态 而接下来时间接近周末 因为低压水气带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量的定量降水图的预测 越接近周末雨会越多 所以要提醒您周末出游做好雨备 详情我们交给气象主播宣童为您说明 今天下午热带低压已经升成为今年的第16号台风西马龙 这个西马龙呢对于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 因为它是会往日本的方向去 但即便它往日本的方向去 对于日本本地呢可能影响性也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它边走边散 可能在未来的24个小时之内 它又会减弱为一个热带低压 所以它对于台湾是没有影响的 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台湾东边的这一团低压云促 因为东北风增强 所以在这里很容易会陷出一个台风 而目前看起来在礼拜六礼拜日有这个机会 但是什么时候会靠近台湾呢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欧美模式的最新预测 以欧洲模式来说 传统和AI都会往台湾的方向来接近 其中又以传统的相对比较靠近台湾的东北部地区 而AI模式呢则是在靠近台湾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偏折 但无论靠近或不靠近 其实对于东半部地区的降雨一定是会增多的 再来看到的是美国模式 它则是会直接撞进台湾 而最靠近台湾的时间 预计会落在下礼拜一到下礼拜二的这两天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台风的最新动态 同时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它深沉的话 它就会今年的第17号台风叫做燕子 而且需要担心的也是因为这个大陆高压到时候会移出来 所以刚好会与这台风本身的东北风的风向是符合的 所以北部地区的降雨强度以及降雨的时间也会来得更长 那么首先要先注意的就是两个关键点 第一个就是它的暴风圈到底是大还是小 以及它后续的路径到底怎么走 这两个关键点呢都会影响到它是直接影响台湾 还是间接影响台湾 但是呢相对靠近的时候 相对靠近的区域东半部雨都会来得比较多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好